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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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很熟悉的是劉家輝師傅 歡迎來到荷蘭 我也很開心再來荷蘭一次 來到荷蘭 今天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表演演出 其實你會看武術 如果你做評判 你會看著做什麼 其實最主要的是我們傳統武術 就是不同的門派 你的評分是有難度的 不同的新派的武術 它指定國家指定的動作 沒有門派之分 如果我做傳統武術的評判 最重要是看他的 腰馬 合不合一 動作是否連貫性 還有有沒有眼神 有沒有眼神 這三個人比較 你不可以評他這個門派 打得好不好 是評他所有動作 練不練會 最重要的 多謝分享 我知道劉師傅 應該是練這個洪拳出身的 可以介紹一下洪拳 可能不認識 可以介紹一下洪拳的特徵在哪裡 其實洪拳是南方拳術 我們的祖師就是洪希冠開始 由洪希冠傳到現在我們這代 是第七代 洪希冠離開了施林寺 去到廣東 去招兵買馬反征服榮 然後創立了洪拳 廣東的拳術分為五大派 由洪希冠創了五大派的洪流賽利幕 廣東由五大門派再分散很多支派 其實洪拳是一個很地種的拳術 究竟洪拳有內加拳、外加拳 究竟洪拳是一個內加還是外加拳 其實內外都有 很多門派 紅樓、蔡里幕、蔡里幕 每個武館、門派都有它的內外 你只是外攻打出去 你內攻要調養 你只是打架也要休息 即是叫做氣攻 紅拳有三種最主要拳術 公子復古拳、虎學雙形拳 還有鐵線拳 之前那兩種拳術是外加拳 鐵線拳是內加拳 是調養自己身體的 有和欣志丹一起拍 如果你和他一起拍 會不會講武術的問題 因為我太熟悉他了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欣志丹第一次來香港拍 好像叫做笑太極 我也認識他 和欣志丹在武術的時候 也跟我合作過 外面電影也有合作過 所以很熟悉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說什麼武術 我馬上知道欣志丹在美國 他媽媽是很有名的師傅 他在香港這麼久都認識我們紅拳 他在香港工作 他也喜歡練武 對我們香港的所有門派 都很有深入研究 來到荷蘭 其實你想現在的紅拳 如何繼續發展 在荷蘭的時候 我希望紅拳 不止是在荷蘭 是永遠全世界都可以發展到 我希望這件事 但當然是希望一班紅拳的師傅 紅拳的弟子能夠合作 一個人的力量很難 最在一起就是力量 那紅拳的精神 如果你說的是什麼精神 紅拳的精神 紅拳呢 都是忠心義氣那件事 其實什麼權術都好 最重要是尊師眾道 其實什麼權術都是強身健體 保衛國家 為什麼這麼說呢 沒有家怎麼成為國呢 先保了家 先後再補國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喜歡 謝謝 謝謝 謝謝